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立法會公布任內第四份的施政報告 主題是創新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繁榮共享 梁振英說今年是國家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一帶一路建設及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的開局之年 是香港重要的基月年 事由蔡子璇和大家看看施政報告的重點 施政報告沿用上一份橙色做主條 今次報告著墨最多 是如何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及一帶一路建設 特首梁振英將會主持成立一帶一路督道委員會 負責制定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政策 撥款兩億元支持香港專業服務業界及原線國家及其他境外地方 交流推廣及合作 並會增加特定地區獎學金名額 吸引一帶一路地區學生來香港升學 政府會整合現時航運發展局及港口發展局 成立新的香港海運港口局 由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擔任主席 而港鐵就會成立一間學院 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策略 培訓鐵路管理及營運人才 在創新科技方面 將會預留20億元 成立創科創投基金 資助本地創意科技初創的企業 以及成立五億元創科生活基金 資助應用創新科技 改善市民日常生活的項目 在房屋方面 今年下半年將會預售大約860個 深蒲江公屋發展計劃的單位 給合資格的陸表人士 在未來五年將會興建76,700個公屋單位 以及20,400個資助出售單位 亦會全速推進發展及擴建 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東涌、洪水橋和元朗南國區 同時會成立大嶼山拓展處 專責大嶼山的發展工作 並會加緊研究如何發展棕地 釋放更多土地 在教育政策方面 就有新的進展 由2017和2018學年開始 落實15年免費教育政策 將資助擴展到幼稚園教育 向合資格的本地非牟利幼稚園 提供基本資助 合資格學童享有3年免費半日制服務 而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幼稚園 就有額外資助 醫療方面 在未來10年將會動用2,000億元 增加5,000多張公立醫院病床 及超過90個手術室 增加日間醫療服務 又建議向醫管局撥款100億元成立基金 利用投資所得的回報 以試驗性質推行臨床公司營協助計劃 不過 在扶貧安路坐藥方面 就沒有新良點 只是報告上任以來 至今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 及今年5月 接受申請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項目 將會繼續推行 其他方面 在保育方面 會成立5億元基金保育歷史建築 及投放3億元推行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試驗計劃 及委派體育專員統籌及協調跨部門的體育工作 亞洲電視記者蔡子宣布到